今天來錄影 你還拉了一腳佩服 難道是被太太趕出家門了嗎 澄清一下 完翁 不是 一腳佩服來錄影 不是被趕出家門 是因為放暑假期間 我來錄完影 順便可以到我們的湖濱公園 騎腳踏車 帶我的三個寶貝 全家人 來趁著運動 運動趁著暑假 所以錄完影你要去騎腳踏車 可是一定要帶腳踏車來 為什麼你帶了一腳佩服 腳踏車當然要 這個是更重要的 要顧得好 這不顧得好 但是不可能 花錢 浪費時間還要去買 到底什麼東西 讓你用生命來喊完 讓我們訪問一下好不好 借你們看一下 佩服還有鎖好的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鎖好 來 大家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什麼 你們現在騎腳踏車 看這個 戴防毒面具騎腳踏車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等一下錄完影 結束之後我要騎腳踏車 不是剛好下班時間嗎 你知道那機車萬車齊發的時間 你知道那個車子 從天橋過的新北那個 你有沒有看過那河濱公園 有 日本跟美國都來採訪過 都來採訪過 那噴出來都是黑煙 噴到這樣都黑煙 等一下我的襯衫都黑黑的 鼻孔也會黑黑的 襯衫黑可以洗掉 你吸進去這些空氣污染 我的肺會黑掉那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帶這個 來騎腳踏車 這樣你看 有厲害嗎 黃老師講出了大家的疑問了 是不是真的是空氣污染 把我們的肺給搞壞了呢 你看十大死云第一名 大概連續38年都是癌症 而癌症當中的第一名 又是什麼呢 就是肺癌 那麼癌症是每10分鐘27秒 就一個人過世 而肺癌呢 其實排名第一耶 好幾年的時間了 如果以台北市來看好了 那麼在7月份公佈 台北市最新的2019年十大死因 結果這肺癌也是連續34年 蟬聯死因的第一名 這就是很多人說嘛 很多女生她又沒有在抽煙 然後是不是就是這些空氣污染 才造成這樣的問題 是 真的有可能 像我們臨床上真的有這個媽媽 她真的是五十幾歲 來到我們的門診 結果她就說我平常就是 我被醫生診斷出來是肺癌第二期 我覺得好冤枉 我真的就是完全都 我家人也沒有人抽煙 我本身也不抽煙 可是我嫁給香港人家 她天天都要要求她煮飯 會不會是因為我每天吸進很多油煙 然後香港人又要一些臘肉 保宅什麼 天天都在吃這個玫瑰臘腸 她就問我說會不會有這個原因 其實我們也都很好奇 很多人就想說 女生好像就是因為煮菜油煙 可是有的人也根本沒在煮飯 講到這個議題 我自己就會心酸 因為我自己的岳母 就是肺癌過世的 她當初一發現的時候 就是第四季 她也沒有抽煙 當然她有在家裡幫忙煮飯 所以她也沒有家族死 所以才說 這其實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比如說 如果你家人們有大腸癌 你稍微有點肚子不舒服 你就會害怕 你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去做大腸禁 你肝臟 家裡人也有肝癌 你就會定期去檢查肝臟 可是肺癌就是這樣 當你沒有任何的症狀 沒有任何家族死 重點是你又沒有抽煙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抽煙是 肺癌的最大的危險因子 所以當你如果沒有抽煙 你又沒有家族死的時候 你肺部不舒服 你會覺得你是肺癌嗎 大部分通通都不會的 這個就是為什麼肺癌的發生率 明明不是第一名 可是它永遠是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就是因為大家發現都實在太晚期了 其實之前我在 還在健康長的時候 有一次我幫一對夫婦看門診 他是他先生 因為膽結師要來找我開刀 我幫他排了肝臟的超音波 排了三個禮拜之後 所以我約他一個月之後回診 他來門診的時候 他太太陪他來 他太太站在他旁邊 就一直咳嗽 我第一句就問他說 我說立行你是感冒 他說沒有 就不大舒服 我說有沒有發燥 因為我會怕他穿給我 有沒有發燥 他說沒有發燥 就是最近一直咳 咳出來都是白色的痰 我說你都沒有去照S光幹嘛 他說應該還好吧 其實這個 咳嗽是一個蠻常見的 蠻常見的一個症狀 咳嗽藥水壓不下 你還是去看個醫生就好了 結果一個月之後 他先生本來應該要回診的那一天 沒有回診 就是我約好要來看那個 考驗波事件 他沒有回診 我就請 因為有點熟 我就請護士小姐聯絡他 我說是不是忘記回來 還是要幹嘛 就一打電話 他在電話裡面 就跟護士小姐說 他沒有辦法回診 暫時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問他說怎麼了 他就說他太太 上禮拜去照S光 診斷出來是肺癌第四期 到了第四期 對 他那時候照出來 可是他很像 肺裡面好幾顆 像白色白色白色的 他只有一個症狀而已 咳嗽三個月 都沒有好 也沒有發燥 就這樣 沒有抽菸 他太太也不做家事的 也不做 他們都是吃外食的 完全不知道原因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台灣人真的好多人 肺癌過世 那我們胸上 柯德黃醫師 你怎麼看呢 因為台灣女性確實 有抽菸的勺 然後頂多煮煮飯 有這麼嚴重嗎 歐美大約有八九成 都是跟抽菸有關 那我們又沒抽菸 煮飯又不是人人煮 怎麼會這麼嚴重 其實這故事真的是 剛剛佳醫師講 那個故事永遠都說不完 因為每個女生都問我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 我記得印象中最深刻 有一個年輕30歲的女性 她來看我 她是一位導遊 她常常帶人家出去玩 她在山上自己種菜吃東西 然後當然她也沒有 感覺好養生 而且又在身上空氣好 對 然後一個長髮漂越的女生 來看妳 告訴妳說 我最近睡不著覺 因為我已經好幾個禮拜 好不好睡覺 然後我問她 她有什麼症狀 只會這樣子好 當然有一點兇悶 睡不著而已 我就給她照X光 照完以後肺部積水 把這水放光以後 一顆腫瘤兩公分 眼前就放生在她的肺部裡面 她問我說 她已經第四期了 她已經轉移到水都跑出來了 她問我說 她問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個不是常常被問 不是只有她問而已 我還有一個 姐姐十年前肺癌死掉 然後大姐肺癌十年前 二姐兩年前死掉 輪到她了 她覺得怪怪的 王醫師 看我X光是不是正常 我說正常 當她告訴我 她大姐 二姐的時候 我馬上給她叫 電腦斷程掃描 那0.5公分 然後把她早期的第一期 就把她切掉 她現在還活著 我還看過 我還看過 我還一到一個 一個這個可悲 她就得肺癌 然後她先生老煙腔 老煙腔沒有得肺癌 她也得肺癌 得肺癌 住院的時候 我竟然在餐廳裡面看到 她的先生跟別的女生在約會 可以了解到 那是很殘酷的事 傷肺 傷心 是啊 所以我們一樣 我們跟你們一樣都覺得 為什麼 好 所以台大醫院方面 跟中研院就進行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研究 而且她還登上了 這個每個醫師 都希望可以登上的 非常高的國際期待 就是我如果登上一篇 我就死了無憾 到底這個學術研究 有多厲害 她發現了什麼 這個她發現了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我們一直要問了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我們降不出所以來 因為現在人也沒有人煮那麼多東西 她就發現到說 但是如果你們大家有印象 我問你們 日常生活中 你們常常喝酒 有些人一下子臉紅了 有些人都不剩酒量 對不對 永遠臉紅了 就是因為我們基因缺損 所以不適合 酒精不能夠清除 不能把酒精清毒 對不對 我們這個部分 中原液為什麼厲害 厲害就在於說 我們每次講肺癌 你們剛才講的 吸 二手煙 抽煙 PM2.5 都是跟肺有關的 這個最厲害的 這次的發現 她告訴你們說 我們除了吸以外 我們連吃和喝都有關係 你吃太多防腐劑 你喝太多那個添加物 其實這部分 就是一個毒素 累積在你身體 但是就是有這些女生 她們的基因 有個基因缺損 那個酵素的基因缺損 叫Appleback 這個基因缺損 使得她們這些抽煙 或食物添加物 這個累積在身體裡面 不好清除 不好清除以後 她很容易癌細胞 然後又癌變化 然後變化以後 修復能力又很差 所以她不需要炒菜 她不需要吸二手煙 她只要平常的生活習性 沒有在乎那些防腐劑 沒有在乎那些化學添加物 其實這些人 吃在這些女生心體裡面 不只是傷身而已 也會很傷心 如果是沒有好好的控制的話 好 廣告之後我們就要來看 其實這個研究真的是 等於是台灣之光了 因為它找出了台灣人 基因的缺損 那麼這個基因缺損 造成了台灣人 不是像國外一樣抽煙得肺癌 不只是空氣污染得肺癌 或者是煮飯的油煙得肺癌 居然跟我們吃進去的東西有關 那麼哪一些食物 可能比較容易讓你踩到地雷 這是一個最新的研究 但是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每天都接觸得到的 馬上回來 非常重要的訊息 而這個肺癌真的對國人的侵害太可怕了 國人十大死因第一名當然是癌症 而十大致死癌症的第一名連續都是肺癌 很多女生得到的時候覺得 我又沒有抽煙 家裡也沒有人抽煙 他也不煮飯 頂多只有一些空氣污染而已 有這麼嚴重嗎 那麼這是眾議院的院士 那麼台大的前校長楊潘池 跟台大一起來合作 他們發現了 原來除了我們所說的空氣污染 抽煙 廚房油煙之外 還跟食品添加物都有關係 都跟我們的肺有關 我們先從外在環境 一定要預防來講好了 PN2.5 你們平常怎麼做 張醫師 我用一個最厲害的方法 因為君子不立為強之下 我就遠離PN2.5 所以我平常大部分時間 就宅在家裡 然後打開兩台空氣清淨機 對 因為現在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以前出去的話 就是外面空氣很差 我是盡量閉氣少呼吸 快點 歸息大話 我真的會 我是盡量閉氣少呼吸 看到那個車子 摩托車過去我都會閉氣 是 趕快走過去 盡量坐在家裡 現在當然都一定會戴口罩 規定了 對 王老師呢 我當然除了去假日 多往山上去跑 其實分多斤 那個是其同一個方法 後來我有發現一個 如果真的騎摩托車主 我跟你們分享 除了戴口罩以外 後來我有一個想法 因為摩托車 每次大家都騎到十路口 都會帶停區對不對 不是擠一堆在那嗎 有時候你一帶停 一分半鐘 那個氣很多 如果你是排在第二個 第三個 你根本就是在那邊吸 別人的背氣 後來我有一個聰明的方法 我會跟現在保持社交距離一樣 騎摩托車也要保持社交距離 那時候我把它PO在社群網站 很多人說這個好想 就是摩托車那一群 全部在前面對不對 我會停在 我不是躲太陽 假設我是摩托車好了 你這一群在前面對不對 我會大概距離三公尺以外 停在旁邊 三公尺 那我們兩個距離這麼遠 因為至少 不然就是你要衝到第一個 因為你要排戲給別人 對 所以我後來呼籲大家 第一個保持機車的安全距離 吸收廢機的安全距離 第二個 待停如果超過一分鐘了 通常我會熄火 大家如果稍微關掉 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 對 也省油 你等到要五秒鐘 要開始再打開啟動 我覺得這個也不為過 也很方便 不會說影響到別人這樣 那韓依你呢 像我們現在疫情戴口罩 你出門也都是這樣嗎 對 我都一定戴口罩 可是其實我們平常常常要講話 如果是真的肺不舒服 吸到肺氣一直咳嗽 那就沒辦法講話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你家裡可以準備一些 像是精油的東西 那我這邊特別 今天幫大家準備的是 油像雪松 天除葵跟乳香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草本的 木本的 它有一些香香的味道 來我來 聞聞看 你可以來聞聞看 所以是三種加在一起喔 對 那我會建議大家 可能你可以準備一個小噴瓶 小噴瓶大概裝30cc的 像蒸流水 開水都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家裡沒有這三種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味道 好 那你噴 你今天說要帶來給我們 對不對 這我已經調好了 就是各3D 我們剛剛講的乳香天竹葵 然後雪松各3D 西式成30cc的這個精油皮 那我建議大家你可以 因為口罩我們不直接噴在上面 因為會濕掉 所以不行 所以我們準備家裡都有的化妝棉 化妝棉 那你可以依個人的口鼻的大小 我會建議你把它剪對半 然後記得我們大概是遠離 遠離一點 你可以這樣子噴 使用前噴一下 對 噴一下 好 一下 這樣就好了 就這麼少 我們看很香喔 然後就把它放在口罩裡面 放在口罩裡面 也可以試試看喔 對 也試一下 有點清香的味道 對 不然口罩有時候帶了自己的口水 有口水的味道 會聞到自己的口水味道 對 那你可以選擇 就放在你要在鼻子下的嘴巴旁邊 其實都可以 然後你就可以避免這樣 OK 這樣真的滿方向的 所以就是除了說 預防空氣污染 戴口罩之外 你還有一個小 對 就對了 除了空氣污染吸煙 跟這個廚房油煙之外 還有一個最驚人的 就是 這是中醫院院士楊畔池他們的研究 家醫師跟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為什麼他發現了 在台灣人的基因裡頭 還包括食物會影響肺的健康 這一個研究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為台灣實在太多女性 沒有抽菸卻得到肺癌的 大家都知道抽菸是肺癌的最主要 為原因子 這是普遍共知的 所以他們想要告訴我們 為什麼這些人不抽菸卻會得到肺癌 他們找了103個 而且是早期肺癌的 他們想要知道說 有哪些東西一開始的改變 就會讓你得到肺癌 因為如果你找的是晚期肺癌的話 那個基因出現可能後面很亂 如果你找的是早期 他們想要找到說 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 因子在面 所以這次就找出來一些記憶 就剛才黃醫師講的那個基因說 台灣人有很多人沒有抽菸的女性 為什麼會得到肺癌 因為他們這個基因產生的突變 當然那個基因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基因 這個基因當然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基因在 其實它本來是個好東西 它像我們如果得到一些病毒感染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基因可以幫助我們去清除這些病毒 比如像艾滋病的病毒 這個基因也可以幫忙那個 但是它有另外一個就是 它可以分解很多很多的東西 就像黃醫師講的 這個基因如果產生突變 它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暴露在一些壞東西的時候 你的解毒能力就會比人家差一點點 而且他們這個研究 為什麼可以登到那麼高的分數的雜誌 他們還歸納了一些致癌物 環境中常見的致癌物 像我們講亞硝胺 硝基多凡芳香氫 或是多凡芳香氫 當然大家都知道 那個跟二手菸有關係 那個跟PA2.5有關係 這個大家不會意外 因為就是吸進來 所以是到你的肺部 但是這個太菁人 對 這個太菁人 對 這個東西進去 既然也會造成這個基因的突變 所以我才講說 為什麼這一次 他們阻止找到原因之外 還找到說你如果避免掉這些東西 也許可以讓台灣的那個女性 不再因為沒有抽菸 卻得到肺癌人數 會不會大幅減少 所以這個研究才有辦法得到 那麼高分的那個地方 好 重點來了 那麼江五三醫師 亞硝胺到底藏在哪一些食物當中 好 其實說起來 最健康的葉菜 可能就可以產生最多的亞硝胺 當然你的香腸那些另外一回事 我們先講這兩樣東西 我們很多最健康的人 就會吃很多葉菜 那葉菜在種植的時候 你很...這個農友們 就可以撕肥 會撕蛋肥對不對 那蛋肥被吸收進去之後 在沒有陽光的情況之下 它會變成酵酸胺 那這個酵酸胺呢 我們把它買回家 然後如果我們吃一半放著 然後放在這個冰箱裡面 或者是放在室外 那加上細菌 那這個細菌就有能力 把這個酵酸胺變成亞硝胺 這是一種路徑 就是說很多人傳說中 剩菜不能吃就是為這個事情 因為你會產生亞硝胺 那另外一個大的來源 這個亞硝胺的大來源 是來自於我們食物的混合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很多肉食 它本身會容易長肉毒感菌 肉毒感菌很可怕 因為它的致死劑量很低 所以吃了可能就很快就死掉 所以我們為了預防 這個所謂的肉毒感菌生成 我們在很多食物裡面 包括最常見的 看起來很紅色的肉的加工品 譬如說我們香腸 火腿 辣肉 或麵粉這些東西 它就會在故意在製作過程中 直接加所謂的酵酸鹽 那這個酵酸鹽加進去 我們的蛋白質 這就是肉 肉代表蛋白質對不對 蛋白質 這個所謂的胺基 跟你這個酵酸鹽兩個 如果被熱加在一起 結合在一起 它也可以形成亞硝胺 這聽起來不管是蔬菜 或者我們這邊提到的火腿 辣肉 甚至連泡菜也有嗎 還有一些海鮮類等等 為什麼這些裡頭 要加亞硝酸鹽 然後導致它可能跟胺類生成 變成會導致肺癌的亞硝胺呢 那麼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有一些聰明的方法 可以把這些給去除掉 而且很簡單 馬上回來 中醫院跟台大醫院這個研究 有驚人的發現 原來影響我們肺的 除了這個汽車的排放 或PL2.5之外 另外包括了吸煙 然後大家燒香 這些因素都是之外 還有一個最驚人 居然跟大家的飲食有關 這是因為台灣人的這個 Upple bag這個基因 是有點缺損的 所以如果早期受到這些影響的話 哇不得了了 把這些壞的東西排出 出去的能力就會變得比較弱 那麼它怎麼進入 我們身體裡面的 變成這個可能會導致 癌症的亞硝胺 剛剛江醫師你說青菜會有 因為它得吃氮肥 為什麼一定要用氮肥 我們所謂的肥料三元素 但您講 氮肥是用來組成這個 菜本身的身體的結構的 氨基酸跟蛋白質最主要來源 所以你沒有氮肥 這個菜就不會長好 所以它是必要的 它是必要的 可是問題是在這裡 台灣的農民 常常會過度施肥 因為我們是金根 你知道嗎 我們不像國外 它可能飛機很久才撒一次 我們坦白講 我們就是把那個植物 照顧得很好 可是那麼精緻的照顧 其實肥料常常會有 過度使用的問題 可是買還是會有這個肥料 那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教我們避免 因為蔬菜當然很好 我們常叫大家要蔬果五七九 那該怎麼辦 有什麼配方 好 第一個 夏天蔬菜比較安全 夏天安全 多吃 因為夏天的蔬菜 你的蛋肥 經過太陽曝曬之後 它這個氨基酸 很多已經形成蛋白質了 它會流在下酸炎的階段 所以夏天請大家 現在多吃葉菜類 是因為太陽強的關係 可以把它帶走轉化 所以冬天吃肉 夏天吃菜 對 肉也有狀況 我們待會兒來看怎麼解決 所以你說夏天相對好一點 是 另外一個方法 避免葉菜類的酵酸炎含量 過高的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下午採收 可是你要知道 下午採收這個方法 比較不受農友的歡迎 為什麼 大家早上採去菜市場 下午不太去菜市場 對 而且下午採收 還有一個問題 下午採收 因為這個植物在田間 被太陽曝曬整個早上 所以你下午採收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問題 叫田間熱 那田間熱會導致 這個採收的蔬菜 開始尾雕你知道嗎 它開始補掉 然後長相不好看 這個是非常影響賣相 所以為了做下午採收這個事情 它要做什麼 所謂的降溫 所以可能用冷空氣降溫 用冷水降溫等等 冷水降溫要給它弄乾 所以它多很多的工序 可是這個對消費者的保障是什麼 因為它下午採收 太陽曬過 所以它的酵酸鹽 就很多已經變成氨基酸 變成蛋白質 所以其實它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欺負 那個黃昏市場的菜飯 覺得它是早上賣剩下的 它很多是下午採收的 OK 所以第一個是夏天相對安全 第二個可以選擇黃昏市場 因為下午採收 那煮的過程當中 還有沒有什麼安全配備 有 其實酵酸鹽要把它去掉 其實它本身 酵酸鹽它不是溶於水 所以其實菜湯不要喝 我們很喜歡蔬菜湯 怎麼辦 如果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更要小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 冬天你吃火鍋 你大概是肉下去 菇類下去 也要煮一煮 該喝湯了就喝湯了 那最後你會下很多青菜對不對 那個青菜可能酵酸鹽就會很高 因為酵酸鹽會融到火鍋湯裡面去 那泡菜呢 為什麼泡菜也有問題 是 其實泡菜的問題 因為酵酸鹽它不只引起我們的肺癌 我們也知道它本來是食道癌 口腔癌 胃癌的治癌物 跟甘癌治癌物 那韓國因為這個問題 它的食道癌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老是吃泡菜 那韓國人大概也是就是說 不能遵循古法製造 泡菜因為葉菜類 冬天 所以它酵酸鹽含量很高 酵酸鹽含量很高 你用乳酸菌去發酵 它變成泡菜對不對 對 它前七天這個裡面的酵酸鹽 亞酵酸鹽含量會一直拉高 那七天會達到亞酵酸鹽濃度的頂點 我已經把它做成泡菜了 它還拉高 對 因為那個細菌的作用的關係 OK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繼續讓細菌活著 你繼續讓它發酵 它就會開始消耗這個亞酵酸鹽 把它往下面代謝 所以反而會去它的毒性 所以第七天之前的不要吃 或者靠近七天的不要碰 最好14天之後才碰它 所以越醃越久的泡菜越安全 對 就像我們的梅干菜 那個老菜脯都醃很久 醃到變黑了 那個不可能含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現在商業製程 坦白講真的大家生產要快 坦白講醃個三四天 味道就很好 所以很多人三四天就開始 把它裝罐 然後給它殺菌 那裝罐也要加熱 加熱殺菌完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做後面這個檢毒過程 所以你吃到這個急促做成的泡菜 這個有一個名詞叫做爆眼菜 爆眼菜本身就是 孝酸鹽的問題很嚴重 OK 就是快速醃的菜就對了 所以這個之前我們有教過大家 王老師也在這個節目當中 有教過大家做韓式泡菜 我們自己打醬 把那個菜稍微殺青 鹽巴抓一抓就可以泡 其實外面的做法 剛才江醫師講 就是快速的 你一般在燒烤店 或者是小路邊攤 你吃到那種泡菜 其實它的酸味很低 你有沒有發現 但它有鮮味 它有甜味 其實它應該算是醃漬物 它不算 應該不算完全有發酵 因為它還沒有達到 剛才江醫師講那個發酵的頂點 我自己試過 你放一天 兩天 一個月 只有七天 兩個月 你去吃那個口感 其實它味道也會完全不一樣 對 你超過七天到十天 尤其是夏天 只要超過七天 那個發酵出來的酸味 就跟醋一樣 但它那個香氣不會讓你嗆 OK 所以反而有一點酸味 才是真正的 對 那你聞起來不酸 只有香氣 它可能大部分都是用 稍微清醃漬這樣而已 它還沒有達到酸 但乳酸還沒有出來 所以它基本上沒有酸 那這個火腿辣肉香腸 這個小朋友都好喜歡吃 這個就是很無奈 因為肉乳桿菌的傷害性其實太大 所以我們不得不去放 所謂的蕭酸鹽 雅蕭酸鹽 加進去之後 坦白講真的 你常常香腸用烤的對不對 對 一烤 那個溫度是化學反應的催化劑 溫度高 化學反應就進展得快 所以溫度高 它就可以形成很多的雅蕭胺 所以為什麼說香腸這類的東西 你如果要吃它可以 你可以幹嘛 你先把它用電鍋蒸一下 蒸一下之後 你在烤外面給它烤個黃黃的 漂漂亮亮的有個香味 這樣就好了 你不用烤那麼久 因為加熱越久 你的雅蕭胺一定越多 可是它不能不放 對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放雅蕭胺 大家都講它這麼的不好 我們幹嘛還一直放 食品為什麼要放它 它就有很多的功用 第一個就是剛才那個講的 食品放得比較久一點的 你要不要殺菌 一定要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抑菌 另外它可以保持食物的風味 可以讓它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這個東西在食物當中 早就大量在使用了 歷史有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杜甫是一個 很有名的寫師的人 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他不會拍馬屁 他就是講話很喜歡大砲 所以他得罪很多當代的政要 這種人就很容易 就被貶拙到其他地方 所以他晚年的時候 他其實被流放 就是到處跑 有一陣子窮途末路 甚至還要去跟人家要飯吃 其實他因為有一些財情 所以一些園外會 有錢那些園外 就會覺得他不錯 他不錯就會 你來找我 我就給你吃一些好吃的 結果他有一次跟一個園外 化園 類似化園 人家就給他吃了很多的東西 很多的肉類 想說這個很有那個 原本不是聽說他是吃饅頭 是 沒有 不是 是肉類 很多椰子上面寫它肉類 結果椰子上面寫它 他竟然因為吃太多肉類 竟然嗆死了 但是在我們對起來 其實不大對 因為一個人會餓到說 吃到這樣吃到被嗆死 這種機率實在是不太高 當然我們覺得是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那個肉類可能保存不新鮮 它可能食物中毒 肉毒感菌就上來了 它可能食物中毒 第二個就是 會不會那個時候裡面 有一些肉毒感菌 造成肚腑吃之後死掉 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相信 應該不是嗆死的 如果那個年代 有雅酸炎這個東西的話 應該肚腑就不會死 他可以多寫好幾首詩 這就對了 這次告訴大家為什麼 裡頭一定得放 好 那所以 家醫師告訴大家的是 先用水煮過 就可以把雅酸酸鹽給去除了 避免高溫煎烤炸等等 而且要縮短料理時間 多短啊 盡量短 所以我們剛剛說先蒸一下 因為蒸是100度 所以那不叫做高溫 那先蒸完之後 因為它裡面很多東西都熟了 所以你再烤它 一下子就好了 了解 好 這個是雅酸酸鹽的部分 那鞍呢 因為要加上鞍類 才會變成這個 對食道 對肺 對胃 都有傷害的雅酸鞍 是 那其實鞍類 它其實是蛋白質的 其中所有的蛋白質 吃完都會產生鞍喔 但是大家不要過於恐慌說 那我是不是吃了這些加工肉品 然後再加上什麼蔬菜 然後加上肉 全部都會致癌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那不是餐餐都致癌 對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其實鞍類有分一級鞍 二級鞍 三級鞍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提醒大家 以下的一些食物 它的鞍類真的是大家要注意 比如說是海鮮類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海鮮類 比如說是像是蹄魚 鯨魚 章魚 但是這邊來講的是 不新鮮的海鮮類 它比較容易它的鞍的含量會增加 另外就是我們剛剛在說一些乾燥的 像你可能在乾燥存放當中 遭受一些細菌污染干貝 魚 另外就是我們在說的硬起司 很喜歡吃起司 起司其實它也是一個發酵產物 那發酵產物的話 會增加我們胃裡面 對亞硝酸胺的吸收 亞硝酸鹽的濃度都會增加 所以我這些胺類 如果它游離的話 是真的是 你搭配亞硝酸鹽的食物吃的話 是可怕的 治癌 所以至少如果真的要吃 是要把它隔 對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真的像我們中午便當 可能有香腸配養樂多 你盡量還是把它隔四個小時再吃 這樣是會比較好 一餐要吃到四個小時 是 因為就是至少隔四個小時之後 再來喝個養樂多 這樣是可以的 你現在有一個 這個要提醒我們的食物 哪一些東西加在一起 好 我們特別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我們常看到的 一些加工的食品類 像是香腸 就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很喜歡的香腸 便當一定有 對 香腸 辣肉 這裡面其實都會加寶色劑 就是說我們的亞硝酸鹽 亞硝酸胺這些的 另外呢 你如果是這邊是亞硝酸 額外你搭的 像我們剛剛在說 胺類 二極胺 容易產生二極胺醃 一定要鹹魚 所以新鮮魚沒關係 對 就是我們在說 發酵 醃漬的這種東西 曬乾的 比較有可能被污染 所以其實新鮮的還好 大家不用過於恐慌 這兩個加在一起 我覺得在便當裡頭 會有時候沒看到 真的都會有 就是有時候有臘肉 然後跟魷魚乾 或者是一小塊的鹹魚 對 因為香腸 臘肉 香腸 火腿 我們常常都會吃到 早餐店的 所以我盡量不吃三寶飯 對 不要這樣 那是客家小草 吃就好 臘肉 客家有吃過 真的很容易 建議大家錯開四小時 或是你多喝水 另外媽媽們 特別要注意的 乳酸飲料 所以香腸 臘肉 火腿 加乳酸飲料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便當裡頭有的 然後也要特別小心 還有比方說像 超商裡頭 不是有那種香腸 然後很多小朋友餓 就買一個香腸 再買一瓶 乳酸飲料 或油肉乳 它就增加我們腸胃的 雅酸 酸鹽的吸收 很可怕的 要注意的 另外我們常常會配什麼 起司 火腿配起司開胃菜 有沒有 起司這種它是很高量 含二極胺的食物 所以尤其是硬起司 所以大家還是稍微注意一下 起司火腿三明治 對 然後火腿 這個真的是避免那種過度的 這種顏色鮮豔或是污染的生火腿 這種大家都要注意 可是剛剛王老師講的 起司火腿三明治的那個起司 不是硬的 是那種 軟的 夾在三明治裡面軟的 那有沒有關係 那就稍微安全一點 稍微安全 因為那一片一片的 美國有吃 那有一些是調的 撥對出來 所以它可能含量低一點 可是很意外 因為我們每次去買便當 它送的飲料 幾乎都是一罐養樂多 結果現在竟然說養樂多 盡量不要那麼快喝 但是其實在國外的研究 有發現食物裡面會部分影響 還有另外一個含有亞硝酸鹽 很多的東西 竟然是在我們的口水裡面 口水裡面 竟然也比這些東西還要多 所以其實大家還是適量的吃 所以你也不用過於擔心 只要新鮮 然後不要過度使用一天 你的這些臘肉量在50公克以內 其實是安全的 OK 好 當然王老師有好方法 可以教大家 其實透過剛說的方式 不管說是先蒸一下 或者先做一個前置料理 比較安全 而且也相當美味 王老師教大家做臘肉煲仔飯 可是你用什麼方法比較安全 可以把可能的致癌物質去除掉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這裡 大家都會擔心 大家喜歡這種臘肉香腸 這種火腿 又是大家很喜歡 從小我們傳統的美食對不對 我們如果把傳統美食 讓它更健康更安心 剛才江醫師有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在家的經驗是這樣 吃到這些怕有毒的東西 你要吃一些解藥 解藥 就在你這一餐裡面 你要吃一點解藥 從小我們都知道 吃香腸要配什麼 蒜苗 大蒜或蒜 青蒜對不對 都一樣 結果很好玩 我們去過很多國家 有時候問人家說 你吃這個香腸 最經典的香腸對不對 臘肉對不對 包仔飯一定會有的 結果我問了很多國家的朋友 竟然只有台灣人會吃 香腸配大蒜 大蒜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解藥了是不是 對 所以這些寒流的化物這些 可以增加我們邊上解讀 我覺得第一個 你要準備一些解藥 所以我今天準備了一些 高鮮維他命C的 洋蔥 蒜片 十字花科的 來入我們等一下這一道 很傳統的 辣味包仔飯 OK 再來當然準備這些辣味 你也可以先把毒性減低一點 把一些你不擔心的東西 稍微減低 我會建議大家 你就可以把這些 這些所謂的辣肉 香腸 你稍微把它這樣搓洞一下 為什麼要搓洞 搓洞 因為硝酸鹽不都在裡面嗎 對 不過你要讓它出來就對了 你怎麼讓它稍微減少一點 對不對 我就會煮一鍋熱開水 是 把它丟進去 一塊煮 對 給它小火滾一下 辣肉也是一樣 你看我就把香腸煮好 這樣子已經幾乎快熟 八分熟 這是之前我們特別煮的 我們先煮好 整塊的 這辣肉很香對不對 你看我一鍋白水煮完 已經這一鍋 第一個太多的 太多油 對 太多的油 有沒有 這是那個 港式的臘腸 對不對 像這種臘腸味道很重 還有一個它很硬 其實它也不好煮熟 所以它現在幫它軟化 第一個軟化 第二個你看煮出多餘的這些油 還有這些顏色 這種來的 可能有一些是煙燻 可能會殘留在這個表面的 我們把它煮掉 那我們來吃以後比較安心 你會說這樣吃好像香味不夠 那怎麼辦 我就會建議大家 一樣 你把解藥跟這個 有一些硝酸鹽這些殘留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入菜 再把解藥放進去 OK 一樣我們可以吃一鍋 很好吃的 港式的辣味煲仔飯 所以你這個肉的部分 是剛剛已經燙過的 我們都有像我是 你可以把這樣切片燙過比較快 你也可以像整塊這個 把它燙過之後 你可以這樣子切 OK 你看這樣切下來 它的油脂你看就比較 不會那麼 而且裡面的顏色好漂亮 對 你香腸 臘腸 等一下我們要擺盤 我們也是要切對不對 稍微給它涼一點 會比較好切 你就像這樣子 你看切開來 第一個 它的香味還在 只是說有的人喜歡 那個焦香味 我就稍微再把它炒一下這樣 好 我們就起個鍋 我們就把這個 還有它的油脂比較多 我們稍微把它憋出來一點 好香 其實到現在切開 還是味道非常的香 我發現這樣做 所以很多人擔心水煮之後 不香其實並不會 對 其實不會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這樣做一個好處是怎樣 你知道嗎 所以你辣肉很硬 對 第一個不好切 第二個還有一個比較鹹 所以你這樣先煮過以後 它的鹹味會稍微降低一點 不然你會發現其實 你吃外面的辣味不好 其實單獨吃那些辣肉香腸 其實滿鹹的 好 廣告之後 我們要繼續來看 到底這個比較安全的 辣肉包仔飯要怎麼做 除了先煮過再煎之外 還有哪一些秘訣 另外特別提醒跟食物 有關要特別注意的 包括一些可能得肺癌的危險 哪一些人是高危險群 馬上回來 享受美食也可以保護我們的身體健康 因為這次台大跟中研院的研究 登上了國際最高的期刊 告訴我們原來台灣人有基因缺損 某個基因缺損的關係 所以在飲食上真要特別注意 原本火腿這些有咬硝酸鹽 我們先用看過的方式 把它煮一些出來 第二個我們再加一些解藥 把它炒在一起 剩下的香氣 第三個我們就煮一鍋三米飯 老師上次跟大家分享 糙米 白米 小米 加一點藜麥 扁豆 我們把它稍微煮個 大概鍋子煮八分熟 或是用電鍋都可以 跳起來之後 它會有水蒸氣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炒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來入盤 剩下的解藥 也是趁這個蒸氣 我也不煮熟 我們就可以像這個花椰菜 青江菜都在包著飯裡面 你可以稍微燙一下 如果切比較小塊 靠這個蒸氣也可以把它煮熟 我們飯剛才已經煮了 你看大概八分熟 嗆煙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生的 稍微洗乾淨的 稍微先把它鋪在上面 因為這個 滑著就能吃 熱熱就可以吃 你就可以把它 還保著它的脆度 對 把它的新鮮度跟脆度 所以一般的辣味包仔飯 基本上都只有辣肉 然後飯 還有一點醬汁 但王老師加了一些蔬菜進來 還有兩根青江菜 對 還有兩根青江菜 一般是兩根 好 我們就把它這樣鋪一點 這些綠色的蔬菜在底部 因為等一下它這樣還可以吸 這些肉的醬汁跟湯汁 也會比較漂亮 我們這樣子的話 這一餐你吃這個包仔飯的時候 你的蔬菜也才吃得夠 好 這個好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上來 當然可以把它擺得漂亮漂亮 我們只把洋蔥 它就有熱度 我們先把它鋪到上面 還有它的香氣 把它一起放進來 看起來好棒 對 黃醫師有沒有聞到香味了 什麼事可以吃 所以這樣做你應該也就比較安心了 對不對 OK 好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幾個放進去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飯等於是還在煮 還熱熱對不對 就利用它的蒸氣 其實因為我們這樣水煮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煮熟的 剛剛的臘腸 對 把它擺上來 臘腸 我的另外一個解藥就剛才講的 我可以把蒜片這樣 大蒜 新鮮的大蒜片 對 新鮮的大蒜 把它一個加上去 等於是我把這個解藥多一份 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就吃比較生 比較炒過 這樣它的口感會比較好 最後另外一份的臘腸 不同顏色的 看起來是很漂亮 但是你講說一面放毒藥 一面放解藥 聽起來怪怪的 我先把它解讀了 已經先用這個燙的方式 或者用蒸的方式 讓它裡面的雅硝酸鹽可以去除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香腸 臘腸的部分 你把它放在中間 請教一下江老三醫師 所以通常經過這個蒸 或者是燙過的話 雅硝酸鹽可以去除的量 大約有多少 在不同的研究裡面 有不同的結果 因為西方人做的研究 他們的Bacon加的量 跟我們不是不一樣 不過基本上會去掉一半 有的研究可以做到七成 OK 所以這是一定要做的程序 不要想說香腸直接拿來烤 這太高溫 反而會讓它變成致癌的雅硝胺 好 醬汁後完成了對不對 當然最重要的它的靈魂就是它的醬汁 這個醬汁我們就可以怎麼做 就是把它用基本的蠔油 用一點蠔油 大概一湯匙 大概用一點點醬油 當然這個看你自己個人的量 你吃的量 用大概一份的糖 OK 最後一樣1比1的熱水 一點溫水讓它比較好融 好 最後我的咪咪武器 有加一點點的紹興酒 大概1小匙 讓它有酒香氣 對 讓它有酒香氣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醬汁 我們現在趁這個飯還熱熱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這樣淋上去 這就是王老師教大家的 健康美味的辣味煲仔飯 打開這個香氣撲鼻的辣味煲仔飯 滿滿的這些辣肉辣腸 經過水煮之後 減低了這些硝酸鹽 再搭配花椰菜 青江菜 還有這些滿滿的芽菜類 還有這個所謂的 油化物的大蒜 洋蔥 香氣撲鼻外還可以健康滿分 相信全家人都可以吃上一大碗 又安心又開心 健康2.0教大家一些聰明預防的方法 可是問題是我們之前已經吃很多進去 不管火腿 泡菜等等的 或者一些蝦米乾常拿來炒菜 所以韓影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原本累積在身體裡頭的 想辦法排出去 其實如果你想要排出已經有的毒 這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其實雅硝胺 它是所謂接觸性的毒素傷害 所以它從我們吃進去 第一口開始黏膜就開始受損了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從現在開始預防 所以你可以多吃一些 含有維生素C的食物 可以預防雅硝胺的形成 OK 那王老師你的做法是什麼 我最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當季 很多很好的新鮮蔬果 我們台灣都很隨手買到 而且CP值都很高 像我都很簡單 家裡買個芭樂 如果買到那個比較NG的 或者是小朋友甜度不夠 也會嫌棄的 我就把它切1 4分之1 加一點剁芽菜 剁芽菜 其實我都用開水燙一下就好了 10秒鐘 不需要去水煮 再過水殺菌一下 再加上半顆的蘋果 再加上半顆的檸檬 檸檬的話 我是把表面的綠皮切掉之後 我就半顆丟進去 加上胡蘿蔔大概半塊 再加水400CC 這樣打出來 兩夫妻一人一杯 太太煮菜很辛苦 怕得到這一部污染 幫她排毒一下 就是高鮮高吸的精力湯 精力湯就對了 韓瑜你自己呢 你自己的方法 是 我很喜歡建議大家吃 高維生素C的精力果汁 但是要注意 因為我們大家可能會有些 糖分過高的問題 所以記得你的比例 是蔬菜一份 就要搭水果一份 我們今天幫大家選的 高維生素C的蔬菜 是這個 等等 紅椒跟黃椒 那它有β胡蘿蔔素 各式的維生素C 所以我們就建議 你可以就是適量的 把它放到我們的果汁機裡面 好 黃椒黃椒 黃老師你有打過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個甜椒類的 或者甚至辣椒 它裡面吸含量是在蔬菜類 其實是明年前茅 但是就是因為 大部分的不喜歡吃 尤其是小朋友 大部分都對這個兩個 都禁蟹不明 所以它打成果汁 想辦法把它的味道壓掉 透過水果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衡方法 對 那另外的話 我們還是推薦大家 紫紅色的蔬果 因為含有豐富的花青素 所以你可以用我們的藍莓 或是選葡萄 另外我這邊加的是甜菜根 又可以補點鐵 而且有一些甜菜紅素 都可以達到我們的 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你就是適量的放進去 那另外的話 藍莓也是一拳的藍莓 OK 把維生素C比較高的蔬果 那麼吃進我們的身體裡頭 對於修復能力 或者避免形成這些致癌物質 有一些幫助 對 加一點水 來 這出來顏色應該是紅紅很漂亮吧 對 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 好 紫紅色的高吸精力湯裡面 甜菜根 紅黃椒等等 好 來 就很簡單對不對 就可以這個 充滿抗氧化物 維生素C的 預防亞硝胺的飲飲品 OK 好 這個簡單的方法也教大家 當然我也要來問一下 這個黃醫師 因為我們今天提到肺癌 是在國人十大致死癌症當中的第一名 而且很多 不管台北市或全台灣 都是他第一名 那麼我們除了提到說 有空氣污染 我們得注意 然後二手煙 盡量不要抽煙 在家裡頭燒傷 要記得通風 或者避免燒傷之外 我們今天提醒大家 就是這個研究 最大的價值 居然它跟食物有關 這些也都避免 但如果就高危險族群來看 哪一些人還要特別注意 尤其吃了沒有抽煙 然後也很少去外面吸廢氣的 特別要注意這個食物 是的 其實我們 我們有所謂的肺癌高危險群 我們的國健署裡面也有提議 所以說有肺癌家族死 什麼叫做有肺癌家族死 我們要定義一下 一等期內有人有肺癌 或者是你的家族內 有一人以上曾經有過肺癌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本身就有慢性肺部阻塞肺病 這些本來就是高危險群 第三 第四 其實就是要為女性同胞講的 因為我們知道 女性同胞在我們台灣裡面 9成3就不抽煙 不抽煙這些 就所謂高危險群 所以一個男人 如果你愛你們家裡的人 就是不要抽煙 因為女生 有人去統計女性 如果得肺癌的話 二所煙 那個老公給他二所煙是1.3倍 他會比別人沒有抽煙的那個男人 還更慘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也別忘記了 今天我們講這麼多 你以為你就可以抽煙 還是要不可以抽煙 乖一點 因為抽煙 一天抽一包超過等於30年 或者是你戒煙小於等於15年以下 你們還是屬於高危險群得到肺癌 聽懂了 所以並不是叫每次要測你的基因 其實你身上的行為 就知道你是不是高危險群 我們講廚房的遺物沿路 也是要替女生講的 好好愛你們的 家裡的女人很重要 像我們的老師一樣 都要泡泡一些果汁 給我們家裡的女人吃 江醫師也要記得 我們回去到地上 叫老師泡一杯 我們再回家去 我們要喝一杯 謝謝感恩 那抽煙煙機的部分 當然也很重要 其實在你煮菜之前 就要先打開了 讓他可以跟室內外的空氣 可以循環 把家裡的壞空氣抽走 而且江耳山醫師講過很多次了 基本上煮完菜之後 還要再開個10分鐘左右 這樣對家裡的空氣品質 才是比較好的 那麼這些高危險族群 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對 以前 現在最近最夯的就是 所謂的低劑量電腦斷層 以前大家對於胸部的檢查 低線的檢查 一定是胸部的X光 可是胸部X光 常常對於一兩公分的那種 會看不大清楚 或是有很多的死角在 會找不到 可是如果直接去做 一般的電腦斷層 那個輻射劑量又很大 所以最近才會出來一個 叫做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它連血引劑都不用打 所以對人體的傷害 其實是很小的 而且重點是 它可以偵測到 0.3公分左右的解解 它就看得到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是50歲以上的人的話 其實是可以開始 在健檢的時候 考慮加上這一項 就算沒有家族死 50歲以上 那如果說正常的話 你可能3到5年 再做一次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有家族死的話 我們通常的建議就是 比如說你的親屬 是40歲得到肺癌的話 我會建議你40歲開始 你可能開始就要做 做這一項的檢查了 因為這一項的檢查 其實救到很多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肺癌 第一期它存活率5年 其實還有8成 可是一旦到第二期 就可能剩下5成 它掉得很快 所以你沒有在第一期發現 其實基本上 你的生存率就不大高 當然也有例外 像我們以前的副總統 蕭萬長他第三期 他做完很積極的治療 他現在第7年8年 他還是活得很好 我們只是說 最好就是要早期發現 大家都知道前一陣子 台大醫院 有幫醫生做一個很大的檢查 其實台大醫院 剛開始是因為出了一些意外 因為他們連續有兩個 高階主管心臟病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在台大他們怕 人家覺得台大醫院是血害醫院 所以開始做了這個東西 就找出來很多 早期的肺癌的醫生 但是治療完 現在都非常非常的好 對 還好當時有那個檢查 後來台大有幾個醫師 是有肺癌的 12個 12個 對 當時也嚇了大家一大跳 所以一般正常人的話 50歲左右可以考慮做 低劑量電腦斷層 如果有家族史的話 就要特別提早 而且要跟你的醫師來討論 再次提醒大家 原來台灣或者亞洲人 有這個基因缺陷的關係 因此這次是台大醫院 跟中研院 這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空氣污染 這個要防範 然後吸鹽的部分不要有 然後家裡頭燒香這些 也要盡量避免之外 當然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還有雅燒胺的食物 蔬菜裡頭有怎麼辦 夏天相對好 那麼下午採收的也比較好 另外肉類的話 先燙過比較安全 我們健康一點零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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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